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个是提出假设 第三个是分析 第四个是印证假设 这是一个循环 如果成功的话就才会进到成功的导出结论 如果失败的话还是在这一个循环里面 那我们最重要的并不是把过去的常识套上去而已 而是我们要观察分析目前的状况 然后正向思考这样子更好 当然我们还有一个进阶的就是讲到金字塔的思考方法 这个金字塔的思考方法还是由下而上的 我们看到下面我们看到有很多资料图表 还有数字很多 那我们把这些资料图表呢 整理完了以后 比如说前面这三项得到一个结论 然后中间这三项得到一个结论 后面两项得到一个结论 这三个结论呢 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状况分析 然后我们再把这三个结论整理起来 完成一个整体的总结论 这样才会变成我们的实行计划 在系列上我们称为这个叫SWOT的分析法 那这是我们简单讲思考的方法 要吃巧克力